八部合音歌聲嘹亮部落藝術上網 就可以欣賞 還有湖上泛舟漫山櫻花美景 也可以透過紙尖雲端360度體驗 但網路雲遊 卻無法讓在地商家賺到觀光財 最誇張的是 這樣的標案高達9000萬 用的還是人民紓困救命錢 這些錢真的我們都很希望 是能夠真正救人民 或者是這些觀光景點的業者 能夠讓他們度過 這一次疫情緊急的難關 而不是好像有點像大傻逼一樣 又去做了很多 其實花而不實 真的沒有立竿建議效果的 這些VR影片 觀光的產業 你沒有幫到他 因為沒有人去消費 沒有人去玩 沒有人去那裡花錢 而且同樣是360度VR體驗 將不遭一系列影片 不管是101鳥看 還是台灣高山美景 同樣都是空拍 也都標榜VR影片 觀看次數卻少得可憐 只有三四千點閱率 最多也不到一萬 按讚數還只有兩位數 有議員就開山 四支影片加起來點擊數 還不如他的一篇PO文 點閱率其低無比 甚至比不上我一篇貼文 那我說蔡總統 你乾脆請我來幫你宣傳好了 我還不收錢 是在找藉口找螢幕 到處去開標案 把人民的錢當作 不當一回事 然後拿去交朋友 太過分了 好不好 那些已經綁裝到那種程度 會集國內知名地標景點 江東部說是要向外國旅客 宣揚台灣印象 但網站點開全部都是中文 也難怪讓人質疑不用心 大撒幣卻沒救到經濟 記得綜合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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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